同一幕上映著大安居民俗委員會的善舉 包括協辦陳年麗一網活動 城鄉交流 及頒發清函獎助學金鼓勵學字 還有具有節慶氣息的春節揮豪與愛心公益活動 獲得各界人士的讚賞支持 對於整個大家的發展看起來 又是我們平常其實靠著民間靠著民主會 長年以來真的協助政府公司協力 做了非常非常多地方的服務 今天要跟他報告是年底的 從現在開始到年底 台北市會進行1點村的振興活動 因為這3點的疫情 真的是讓很多的商業受到大的影響 當然今年我們在這禮拜 開始會有一些東區的振興 年底的時候會有公開商圈的振興 當然還是希望說像東區 還有整個大安區裡面居住體質非常好 但是我們也希望這邊的商店能夠火弱 讓我們還是一樣能夠維持 我們與大安區最繁忙的民進行主義 另外明年的2月 我們會拜同台灣燈會在台北 也就是台北市奮花將近五名的運送 所以整個明年2月的燈節會非常非常的熱鬧 當然大安區也是我們要舉辦的其中一個區塊 所以今年要特別謝謝會長 還有謝謝各位里長 然後還有謝謝各位委員的幫忙 因為今年疫情突然爆發 當時就是整個民政局區長 然後健康服務中心 還有所有的比林的制風來幫助台北市政府 度過了最困難的一個難關 今天要非常謝謝剛才沈會議的會長 就說了一下我們大安區民俗改善會 非常真的非常了不起 我們不只是在大安區 我們還在全台灣做了這麼多的善事 那尤其會長跟在座的各位 都是在自己的領域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讓我們覺得很敬佩 所以是不是在利用這個機會 一些好多好多的我們的好朋友 民一代表報告主任在現場 我們是不是再次用掌聲謝謝一下 沈會長跟我們所有最棒的委員會 希望大家感謝 好想在這個沈孟宇里長 擔任我們大安民俗委員會的會長以來 好想每一次我們民俗委員會 有開會或是有參會聯誼 幸運應該都有到場 場場都有到幾乎沒有缺席過 那我想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一段時間大家沒有辦法碰面 可是呢即便這樣 我們剛剛也看到了很多的成果展示 大家呢還是一樣出錢出力 然後在各地呢 為我們在大安區 進行各種的善行議局 所以幸運在這邊 首先以深圳的議局功 感謝大家為我們大安區的貢獻跟付出 謝謝你們 有你們真好 謝謝 謝謝你們 我們今天有很多我們的里長還有委員 還有大家都是來做一個學習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的簡報還有照片 其實說我們的里長坐在地裡的服務 不只在里長的服務 我們還到了成像交流 還有捐贈各種的物資活動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給我們的委員會 所有人一個掌聲鼓勵 那我到今天人很多 可是我有句話就是真的有感而發 就是說一個社團呢 或是一個我們公益的力量 如果要走得快的話 一個人走就好了 但是如果要走得很遠的話 是我們一群人的力量 大家集結在一起 所以才會有大家各自地方的一個 這樣的很善舉的活動 這樣出來然後幫助更多弱勢的人 所以呢今天我們真的要謝謝沈鳳雲會長 讓我們大家重新然後相信我們的初衷 然後也希望在座大家真的疫情期間 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我們還是不斷的在為了建設更好的大安區 一起努力 我當議員這三年多來 每次很多人跟我說做議員究竟在做什麼 我的答案其實很簡單 這三年多來我的服務案件 超過一千屆了 每一天民眾反應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不管少事大事沒有大少之分 都只有為了明天大安區更好的建設努力 所以要在這裡拜託大家在年底繼續支持我 還有在座所有的議員跟候選人 我們可以繼續當選 希望四年之後我可以在這裡更大聲 可以跟大家說我的服務案件 超過兩千件三千件 也請大家支持我們跟沈鳳雲理想一起連任 然後繼續建設大安區 我要謝謝我們民主委 還有謝謝我們公主委 其實他是我們大基的出榮這幾年 都是他們 所以也謝謝我們會長會委員 而且看來看這麼多 做這麼多事情 不過一旦他委員還能夠過後做這些東西 這個實在是太幸福了 而且把台北都帶出去 沈會長是我們客家之光 真的他為我們客家付出很多 那所以任何沈會長的活動 我能夠來我一定盡全力都要來參加 而且我覺得不只是要支持 因為沈會長在過去 他對客家事務的投入 以及他本身對於整個客家的歷史 說真的他拉朗上口的比我還清楚 從我無亂法可以講到現代 這個我真的要講 是有心想要把這個客家文化事務 能夠推展出去 也有心想要讓這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做好 所以我想我一直對沈會長非常的佩服 那我也希望說在這個都會區裡面 我們能夠好好的把這個語言 我們族群的語言文化 我們自己的母語能夠讓更多的人去認識 那我想在座的未來有很多 我們的台北市民的守護者 在座的不管是現任的議員或未來的議員 我們都希望說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讓這個台北市這個多元文化的環境 能夠更豐富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加油 智力發揚善良風俗 關懷社會造福相利 黃珊珊副市長也特別頒發獎狀 給予鼓勵在會長沈風雲的帶領下 持續共創零號 今天是我們大安區民主委員會 111年度的第一次委員會議 非常感謝那麼多的長官 貴賓 民意代表 以及我們的委員的全數到期 給我們這次的會議整天無限的光彩 我們要在此感謝大家的波容 我們每年主要就是說辦理這個 春節會好 愛心堅血 免費健康檢查 以及舉辦蔣協軍 還有做城鄉交流 我們今年的城鄉交流 預計8月15 16年 我們今年是去日夜壇 南投縣日夜壇的魚池鄉 以及國姓鄉做交流捐贈活動 我們每年都辦了五六十個 一個大概大學生有四千塊 研究所五千 六千等等活動 我們繼續每年都在辦 還有就是去國姓鄉 我們除了捐 每年捐米 還有捐餅乾 還有捐罐頭 捐衛生紙等等的日用品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跟他交流 能夠轉身給當地的弱勢族群 來表達我們大安區不而好理 熱善好思的精神 大環境艱難 單社會上不乏熱心公益的民眾團體 為大眾盡心奉獻 單區民俗委員會長期配合政府 舉辦各式城鄉交流與公益慈善活動 幫助弱勢民眾將愛與希望 傳播到各地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謝謝各位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郭姊姊 請問一下 我們� hart